妳可以啦! 安妞,我是Kat 耶~~~ 我終於找到Kat跟我一起拍影片了 所以終於找到,明明就這裡很忙 現在才找我 今天這支影片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說 我跟Kat互相幫對方穿搭搭配衣服跟配件 再加上就是很多網友都跟我說 很想看我跟妳一起拍影片 是喔 我也很想跟妳拍影片 有有有真的 妳說拍影片我馬上衝過來 然後呢因為我們這次的這個影片呢 是跟台灣的這個品牌 叫做VAKENZA 合作的影片 我們要從這個盒子裡頭所有的視頻當中 挑選就是適合對方的視頻 然後來做搭配 因為我覺得我剛拿到這個視頻的時候還蠻特別 就是它每個袋子上面都有寫字 早安今天也要好好愛自己 喔 欸對耶 然後還有還有 欸欸 這裡有寫 Low boyfriend no problem 所以它就是給閨蜜的 欸蠻好欸 對應的 好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是時候說聲我愛你 Got something to say 還有那個 晚安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而且它上面都有那個時間欸 這個女朋友生氣的時候就可以 生氣給他喔 欸真的欸 或者是 別生氣了啦 然後聽說這個品牌呢 就是它在台灣有三家店的門市 例如西門町 然後台中情美 綠圓道 或者是靠近101的心意區 欸你是沒有來過台灣 我只來過一次 欸你有去台北 去台北 那你什麼時候還要來 我什麼時候也可以來 反正台灣那麼近 就很方便 希望你不要到時候忘記我 怎麼會忘記你 視頻有兩個 這邊寫著Forever Friends 它寫著永遠的好朋友 我覺得這個手環還蠻適合 就是可能平常上班的時候 上班族可以戴 因為我覺得它戴起來 有點微成熟的感覺 你的那個咧 我這個是 這是一個好看的花 我覺得這個花 就有些 記一下買的一些花 就看到它的顏色 這花環上的顏色 會填得很奇怪 但是它這個就很平均 它看起來比較有質感 對對對 而且我覺得它是綠色的欸 很特別 對 好我們再來猜第二個 項鍊的話 其實我還蠻喜歡項鍊的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找到一個 適合自己的可以戴 欸你這個項鍊 欸我喜歡這個欸 我喜歡這個 那我們待會就幫對方 配你現在手上拿的那個好了 所以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我比較喜歡水晶 欸我今天沒有戴 有這一條 現在項鍊也是 這有些水晶的感覺 我就比較喜歡 阿你喜歡這種 對 對 簡單風 阿 然後它粉紅色水晶 再配金色的項鍊 好好看 我比較喜歡 那種靠近頸部 那種鍛鍊 長的 我真的覺得 就很長 然後又很大的 對我不喜歡長的 真的 好奇怪 好再來是分享耳環的部分 我覺得我這耳環好可愛喔 這耳環我超喜歡的 因為它上面就是 它有花花 然後還有愛心 然後還有小鑽 它雖然不是垂掉的 可是我覺得它戴起來超級美 你的怎麼樣 欸我這個挺特別耶 欸你的那好漂亮喔 對啊 它是用的星星 對啊 然後它不是 就不是對稱嗎 對 對它不是對稱的 就一邊長一邊短的 欸好可愛喔 我覺得 好可愛喔 真的 對啊 而且因為今年很流行 這種就是不對稱一長一短的耳環 耳環的話還是 這個玫瑰金好看 對 最愛玫瑰金 對 好 下一組耳環 啊 我覺得它是那種非常簡約風 簡單風格的那種耳環 就是下面就是有 這種垂吊式的設計 欸這個比較成熟一點 對它比較微成熟 而且它那種粉紅色的 戴起來可能會比較像輕熟女的感覺 這也是 比較微成熟的 喔對 也是兩邊不相同的 它也是不對稱的 對不對稱的話就真的比較 帶起來比較特別 對 而且不會容易跟別人撞黃 對 比較不會撞到 欸我國語就真的說的不太好 沒關係 大家會覺得你 看不懂 聽不懂的話就看字母 欸可是你從來沒有在影片講過中文對不對 欸有 但真的這樣做下來 然後一直講國語的話 就沒有試過 好剩下最後兩個了 啊這是手環 欸喔 一朵小花的手環 但我覺得它這一個就是 非常非常的簡約風 很簡單的樣式 它就是直接就是一個 一個小花 而且它很輕 戴起來就是 沒什麼感覺 沒什麼重量 我這個是 耳花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是花 還是草 像是花的草 但是也很可愛 下面有珍珠 對 也是走 輕手綠 就配裙子的話就 對 很可愛 好然後接下來呢我想要問Cat說 如果就是全身上下的單品當中 最不能夠缺少的飾品是哪一個 一二三一起回答 一二三 耳環 哇 你是耳環 這耳環最重要 這都是耳環 你為什麼 因為我就覺得如果沒有耳環就感覺沒有精神的感覺 嗯 你也是嗎 就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耳環的話就自拍 或是拍照的時候 會比較好看 對 真的會有耳環 再搭配衣服 對 就會覺得整個人就是有發亮的感覺 而且 而且 約會的時候 約會的時候 就這樣 真的 這個動作叫什麼 反正這個動作 就對一個 自己心儀的男生這個動作 這樣 這樣擺 這樣擺的時候 耳環在這裡 搖拉搖去會比較好看 所以你每次都對韓國發都這樣嗎 就是韓國發也會這樣 如果跟自己喜歡的男生出去的話 就會 就這樣 擺弄一下頭髮 就會摸到耳環 然後這樣的話 很重要這一點 所以 耳環很重要 我們上次去那個 我們上次去Hunting Bar 然後他不是外面有一個 那個吧 看板 然後說女生要這樣撩 男生就會覺得 對 而且真的 就如果跟男生Dating的話 男生會認得出來 你今天跟之前的耳環 不一樣嗎 就會不一樣 主要就先看你的樣子 然後就馬上看到你的耳環 哦 大家學起來 我們好像走題 好像走題 好好好 大家一定要把它記住 筆記下來 好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就要跟Cat就是兩個人 互相幫對方來搭配身上的衣服 還有配件跟單品 謝謝 然後我先講我的好了 我的第一件呢 就是這一件 非常安全的 我覺得你一定適合 它前面就是可以讓你打個蝴蝶結的一件 長袖的襯衫 應該可以 在下半身我從來沒有看過Cat穿過 就是這種類型的衣服 所以我就挑了一件 爆紋 你可以啦 因為我沒有看過你穿過啊 爆紋 而且是你韓國很流行 我的人生中 沒有出現過爆紋 我的人生中 在今年的秋天之前也沒有出現過爆紋 我相信我往後的日子也不會出現爆紋 可是你現在在韓國你要穿啊 今年很流行耶 好你都放了 耶 你試一下 好 然後我搭的都說 我爽的會有點熱 感覺 但是沒事現在天氣越來越冷 就是一個高領的毛衣 底色 然後 一個Cote 欸 我沒有看過你穿過這件耶 這個我新買的耶 真的假的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阿元穿Cote就很好看 然後首飾 首飾的部分 你要幫我挑哪三個 我們就挑就是項鍊 然後耳環 然後還有手飾這樣子 手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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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 太滑 耶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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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ing 耶 那就是以上這次跟Peddy一起拍的影片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那如果還可以訂閱我們倆的Youtube頻道呢 記得我們倆的Youtube頻道 也會放到我們的Instagram 那就下一支影片見吧 안녕